本港公立牙科醫生人受不足,市民的輪候診證時間長 據了解,醫務衛生局建議修訂牙醫註冊條例 要求本地牙科畢業生在公營機構實習一年後才能正式註冊 而註冊後幾一年仍要再服務一定年期 換言之,牙科生收不六年課程後 至少在公營機構工作三年才能私人執業 牙醫學會會長王志偉表示 有關建議對牙科生嚴苛令他們感到忐忌 又指目前牙科課程實習時間已很長 各會將會諮詢會員的意見 醫療衛生界立法會議員林哲元說 現時政府的牙科服務制度側重公務員 仿如強制畢業生服侍公務員不符合社會利益 除非將所有牙醫診所開放給市民 政府亦建議引入非本地培訓的牙醫 並增有限度、特別注冊等途徑 受估公營醫療機構五年後便可免事 或只需參與臨床試便可註冊 義務衛生局正義之商引業界 目標是今年內向立法會提建議 在這次的一段時間 我們會有關於新的地域 我們會有關於新的地域